最後我當然是希望說 到底1到49號 哪一個出現的機率是最高的 幫我排名一下 並且幫我列出前7名 這個是之前得到的結果 8號我出現的機率最高 其次41號 其次31號 剛好7個 不過未來 甚至你還可以做一些很多種的分析 比如說禮拜二到底哪一個號碼 全部是這樣子 禮拜二是哪一個號碼 禮拜五是哪一個號碼 然後如果 比如說哪一天 每日 哪一天是哪個號碼最多 那你可以當參考 至少你可以分析 至少有個參考依據 OK 那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 你需要先把所有的號碼先撈下來 所以剛剛第一步 我是直接拿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四頁這裡 那首先當然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段程式碼怎麼來的 其實 也是用 其實 剛剛這一段範本 其實也是用錄之聚集錄下來的 因為錄下來的程式碼其實還蠻榮 其實原來的程式碼這麼多 那你會發現 他錄下來的程式 給你的參數太多了 而且很多其實沒有必要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叫你們自己錄製 然後再把它刪 你們可能會很有困難 所以我乾脆把你錄製好 然後把你需要的這一段程式碼 把它截錄下來 拿來當成範本 那以後如果你假設要用的話 直接拿來用就好了 這樣我覺得就簡單了 不然的話 你看原來錄下來這麼多啦 還有一個問題喔 如果你的Excel是2016以後的吧 他錄下來就不是Queries Table 他用另外一個物件叫Queries物件 所以他後面的版本就不給你用Queries Table 那你說老師 是不是Queries Table不好用 我覺得很好用啊 效率也快啊 反而後面的那個物件 叫Queries物件 效率反而比較差 而且他還必須先把資料 先暫存在一個catch裡面 然後再做後續的事情 反而沒有Queries Table來得直接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目前我覺得 這個Queries Table其實還滿好用 所以我就沿用啦 那當然如果後續有更好的物件 那當然我們就用比較好的物件 那你說老師那是不是沒有別的方法 可以下載這樣 有很多 可是這個最簡單 所以為什麼要先跟各位講簡單的 因為簡單好用你為什麼不先用 你一定要找自己麻煩嗎 喜歡拿石頭雜誌的腳嗎 沒有人這樣 OK 那你說沒有別的 有啦 後面可能實在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只能真的要用比較困難的物件 所以我們把它先簡單 常用的先講 再來講一些可能比較特別的 OK 所以我這邊是有精簡化的過程 大概先跟各位講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網址把它貼上去 記得喔 你貼上去的時候前後不要有空白 也不要有任何多餘的東西 不然的話它會產生錯誤 然後哪一個table 可能你要習慣一下 就是按右鍵有沒有 然後檢查一下 這一招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那你要抓網頁上的資料就會有問題 因為網頁雖然 你說老師那上面長這樣子我看得懂 那後面我看不懂 沒辦法 因為將來我們爬資料的時候 其實都是看後面的東西 不是看前面的啦 前面為什麼你看得懂 因為瀏覽器幫你轉譯了 翻譯整你看得懂的東西 可是未來爬蟲實際上是 它看不懂前面的東西 不是看不懂 它實際上就是直接抓著抓這個原詩嘛 所以我們必須還是要大家了解 像我剛剛講的那一招有沒有 Ctrl F 尋找 這個就很好用 因為你可以找你要的那個標籤在哪裡 所以Ctrl加F 然後你就小於符號 記得標籤開頭一定是小於嘛 那給標籤符號 OK Table 那至於這個標籤有多少種 我想你們慢慢去累積啦 反正以後像 Table就表格 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TR就是列 TD就是儲存格 還有哪一些啊 那常見的 像BR就是換一行 有沒有 等等啦 我想自己慢慢再去累積 至於不太清楚的話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是有放一些連結啦 這個電子 或者你們自己在坊間書籍裡面找找看 你們HTML應該選哪一些 這個我就贅述啦 因為真的還蠻花時間的 那網頁到底怎麼構成的啦 其實除了HTML之外 其實還有CSS 其實除了CSS 還有JavaScript 有這三個東西 那你說老師 哇 那我要是不是學很多 沒關係 你反正邊學嘛 OK 有用到再學嘛 沒用到也許你就暫時 先大概知道有這個概念 然後我們把先簡單的解決 那以後遇到更難的 如果你還可以克服的話 那表示你專業 對不對 所以我說爬蟲水很深 但是也不要自己好像覺得說 因為太難就反正限制自己 反正我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OK 所以剛剛可以從這個URL參數 可以得到第一個 那我們把這個連結複製貼過來 我已經把第一頁抓下來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網址在這邊貼過來 然後我知道它有一個參數 叫In-page等於多少 那它預設是E啦 對不對 然後位置的話這邊是 從A 這個是什麼 Range AE 應該看得懂嗎 應該就是你放在哪一個地方 下載的資料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位置 不過啦 我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錢的符號 如果你看得很討厭 真的錢的符號拿掉也沒關係 你這樣就清爽了 錢的符號其實就固定那個位置 本來這是固定位置 你幹嘛再錢加上去 所以有點囉嗦 好 那怎麼改 所以第二階段 一樣嘛 我們先 也許 前面開頭 我們不用... 前面再把這個拿來改好了 這個層次的話 我就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OK 然後前面加一個批次 因為剛剛是一個網 一個頁 對不對 再加個 批次 好 那批次的意思應該是 就是全部啦 OK 那怎麼下載 一 我習慣這邊先 把這個網頁... 把這個工作表裡面先清掉 所以你還記得吧 清掉的是Sales 點什麼呢 點Clear Sales點Clear 意思是說把這個全選 然後delete掉 有沒有 delete掉 類似像這樣 那我乾脆就寫在開頭 就先幫我把它清掉 清除裡面的資料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兩個參數 所以我先解決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呢 現在是E嘛 所以它範圍是70 所以我可以先打一個4i i 等於1到70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OK 那我們有個i了 那你把i放在這個變數位置 所以我把Wish到EnterWish 拖拉到4nest裡面 因為我要在這裡面做一個變化 那請你把Wish到EnterWish 選起來按Tab鍵 因為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做變化 所以要記得它是在它的下一節 一般習慣是把它結成一下 不然的話看起來滿不清楚的 那再來的話呢就把什麼 把這個E改成I 還記得嗎 如果你不會的話啦 背口訣 先把E選起來 雙一號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M的符號前後 加空白 這個有印象嗎 OK 也就是說啦 把剛剛的E有沒有 串一個I進來 因為我們這邊是forI 等於1到70 所以這個I的數字喔 它會不斷變動 第一次是E沒錯 在NAS之後的話 它會變成2 在NAS變3 所以喔 它會執行總共幾次呢 總共70次 也是一個範圍 OK 那所以喔 第二個呢 我們不能用A1 因為如果假設我現在已經寫完 第一個Step 但是如果你現在跑的話 它會跑 它會跑 也滿快的啦 你要一直轉轉轉 它會一直幫你把網頁抓下來 不過呢你會發現喔 它最後變成橫向的 就我之前跟各位講的 它會… 有沒有 現在一直抓 70頁 好,70頁抓下來 看一下 Ctrl向上 有沒有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應該 最後一頁啦 70嘛 那這個應該是69 這個應該是68 所以最右邊Ctrl向右 這個就第一頁 第一頁對不對 沒錯在這裡 欸? 有下來了 可是不是我們要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怎麼樣 讓它可以一直往下 欸? 可是要怎麼一直往下 這個你要思考 所以這個把它解決掉 那所以喔 如果呢 我們今天想讓它跑一下 那我先中轉一下 我們不要跑 一頁一頁一個一個慢慢跑 OK,停下來 在這邊設中斷點 然後 當I等於E的時候 所以F8 它先抓第一個配去 放A1是沒錯啦 OK,下來囉 可是你下一個的話呢 欸? 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把這個E改成一個變數 那用哪個變數最簡單 其實我跟各位講了 其實也可以用之前那個K就好 為什麼? 因為之前不是有個K 因為K真的萬用的 那我問你 第一個 你假設要放的話 初始值多少 初始值應該E嘛 有沒有 所以喔 K等E 意思就是說 你要放的時候 就是先放在A1的位置 所以 再把這個K 放到這個E的位置 應該還記得吧 因為它E是在最右邊 所以我們直接把E除掉 後面加一個AND K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 先抓 第一個 OK 可是問題來了 好,那我現在讓它再跑一下 好 抓第一個 所以A 放在A1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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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了 好 可是問題來了 那K現在還是多少 還是E 欸不對啊 我應該怎麼樣 讓它向下追蹤 所以它應該放哪裡 砍A1 砍後向下 放在向下追蹤之後 得到的列 哪一列 91 91嗎?不是 應該91的下一個 所以K應該是92 可是要K要怎麼樣 剛好92 很簡單嘛 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追蹤的方式 很重要 K等於多少 從A1向下追蹤 所以Range 有沒有 OK A1 還記得吧 點END AND 鉗瓜斧 一下 那向下追蹤的話 是XL Down OK 然後呢 欸 所得到的列 那就點落就可以了 有沒有 OK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有沒有 還記得吧 這個還蠻重要的 我建議喔 如果你 不熟 這行程式我建議 你可能要打十遍 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手 因為以後工作 以後反正 eXL裡面的VBA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你不知道 最下面也列這個訊息 那你怎麼做後面的 對啊 每個地方我幾乎都會遇到 我覺得這行程式太重要 所以你如果不會寫喔 你建議啦 你把它打個十次 打到手為止 我打一次喔 不過我建議你先自己猜猜看 怎麼猜 A1 游標放這邊 Ctrl向下 要確定說它是停在對的位置喔 假如它沒有停在對的位置 那你可能就不能用這個方法了 為什麼 因為它中間有間隔 有空白的 OK 好 那這個方法就 游標放A1 點 ENB AND 然後錢挖虎喔 用選的 XL DOWN 有沒有 OK 意思就Ctrl向下 所以 你說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那就Ctrl向下嘛 那Ctrl向下之後呢 它停在哪裡 我怎麼知道 點弱就考了嗎 點弱的話呢 它就告訴你說 你現在停在91啦 所以這個點弱 其實得到的就91啦 91就給你了 OK 弱的話 就是它裡面放的數字就91 OK 可是不對啊 我要下一列怎麼辦 加1比較好了 好 寫完了 欸你說就這樣嗎 對就是這樣 有沒有更多沒有 寫完了 那你試試看好了 全部都是OK A8 K是不是等於92 沒錯 所以下一頁嘛 當I等於2的時候抓下一頁 有沒有 那抓 真正抓就從這邊 Refresh 那這邊有個參數啦 叫Background Query 是不是在背後查詢呢 不是 所以不是的話 意思是它會看到前面有一個 有沒有 下載的狀態 那你說 老師那我不想看到那個狀態 你把它改成True就可以了 欸有了嗎 你不想看到 你把它改成True 它是背後執行 那你說背後執行有什麼好處 跑得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它不用告訴你訊息 跑完就好了 OK喔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希望它跑快一點的話 欸 不然可以把這個參數改成1 看看 可不可以 1的話就True啦 0的話就False 甚至喔 如果你看到有人寫這樣的話 因為這個參數 Refresh後面只會有一個參數 所以喔 這個名稱可以不用給 直接給這樣就可以 0 如果你要在背後執行就1 背後執行 我們試試看好了 背後執行按F8 看一下 欸有抓下來了 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就不會跑狀態 直接就丟給你了 我試過好像會快一點 至於會快多少 自己再去體會一下 OK 好 那其他就全部跑了 所以我這邊中斷就不要 不要讓它中斷了 我讓它自己全部跑完了 欸好快喔 一下OK了 底下還會更新 OK 所以你會發現 它在背後執行 對 等於True OK 所以在背後執行 那最後看一下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 等一下 為什麼沒解釋出來 再一次 GoGoGo 喂 停一下好了 所以如果用背後執行 好像 我把它改回 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 0 OK 等於Force 好 執行一下 等於它把70個頁面 通通都跑過一遍 然後全部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Ctrl向下 哇 6337列的資料 大概幾秒鐘啦 不過一定比你用Ctrl、C、C、C、V來得快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每天說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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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你不妨可以試試看 用爬蟲的方式抓過來看 OK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大概重點回顧一下 1 我把那個大樂透這個 第一個step 複製下來 然後改一個P次 第二個的話呢 我加上一個for回圈 然後並且把這個地方 indage page等於多少 改成i 透過它去 然後這邊的話呢 A1改成k m的k嘛 那因為它從1開始 所以k等於1 關鍵的地方是這個 k等於向下追蹤-1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其實程式不多 但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而且不能放出位置 OK 所以請各位練習看看 畫面再給它切換給各位